文貴卿人大老蔣 文貴卿人家 立位區執著時間平安 平安 平安 辛苦辛苦 繼續辛苦 不錯 很好 我們看看當時 這個是在台灣的喔 公教人員公告人員540倍的 全中國的什麼姓什麼姓都在裡面 但是我們台灣人只有半月的 有慶祝嗎? 我們沒有體會到我們的前一輩他們才發現 所以一直到現在幾夫大官的將軍的都是中國人 你們知道為什麼蔣介石透過陳怡 你帶幾個公教人員來管理我們台灣的 帶幾個人當作公教人員 1000個 所以我們用4000個4倍來訓練今天的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個道理在這個地方 你們知道為什麼有41萬的身份證申請 用什麼比例來 你知道嗎? 你們怎麼算 你們怎麼算 記得嗎? 好 我們一起算 2300萬 那裡面當中 那裡面當中 一千萬 那裡面當中 一千萬 當作 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所以這個都把它除掉 剩下一千萬 那這個剩下一千萬 我們一般過去的投票率 六七成 是用670萬來算 那670萬的一半多少? 335萬 然後再乘以12.25% 就是41萬多 所以我們就用41萬的身份證的比率 這是美國的要求 那為什麼要用12.25%呢? 南蘇丹他們要成立 在聯合國裡面成立 獨立國家的時候 用12.25%的比率來算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12.25%乘以335萬等於41萬 有 有 沒問題了 這樣的觀念 好 現在王金平 你看他們中華民國 都是在玩文字遊戲 本來都要處罰 結果他們中華民國 他們國民黨的黨 黨章把它修改 自然解套 就不必討論 自然就王金平就沒有 沒有受到懲罰了 朱立倫也不敢面對 也不敢接觸 這樣老馬所留下來的 所以他們用把這個文法 他們的黨章條文把它修改為 自然解套 就沒事了 中華民國厲害不厲害 玩文字遊戲 欸 我跟我的太太也是一樣的 我跟我的太太 我太太是西羅的休假 對我來講很漂亮喔 因為我自己的太太啊 有一次我們在爭論這個 架雞隨雞 架狗隨狗 我說我們高砂族 沒有什麼架雞隨雞 架狗隨狗 雞狗都被我們吃掉啊 一樣啊我們也會吃猴子啊 不好意思 裡面有吃素的原諒 這是因為我們高砂族的文化 都是劣食民主嘛 我們沒有冰箱 我們打獵一定用煙起來 我們沒有冰箱 但是我們祖先會 會放在河水裡面的石頭 當作我們的冰箱 所以也不會臭 那你高砂族聰明不聰明 欸也是聰明耶 不是只有你耶 台灣人都聰明了對不對 要自信 所以中華民國我說 架雞隨雞 我太太說 不是啦 這個只不過是形容而已 你形容一定有背景啊 我相信就像老馬一樣 沒有把人當作人看了 趕快中國人 我差點說你們也是 平地人也是這樣 但是不好意思講啊 這個是中國人留下來的 因為嚴格說來 百分之八十五 假若確信百分之八十五的 爛台灣人都是北部族 所以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是真正的台灣人 平部族跟高砂族一樣 高砂族原住民 所以什麼唐山公啦 唐山馬啦 那是中國的傳說啊 很多人都會相信說 唐山公阿公就來到台灣 然後取平地 取我們原住民 取這個北部族休假 但是有人解釋不一樣的說明 十個的中國人來到台灣 單單碰到颱風季節 單單碰到他們的船沒有健全 也不是現代化 一定有遭殃的啊 怎麼可能安全十個人 全部都到台灣 一定有碰到紅胎 當然可能是沒有 假如好的話 沒有碰到颱風 但是來到台灣 都是馬拉里亞呢 台灣那時候孽吉呢 所以孽吉 十個當中六個人死掉 他們用這樣的比喻 然後剩下四個人 那三個人 兩三個人就跟高砂族 平部族打架 不可能沒有人死掉啊 所以這樣剩下一兩個 的中國人 怎麼會百分之八十 都是中國人留下來的 這樣邏輯 用修到嗎 所以有的人 否定 談三公的這個故事 FB有很多的例子 有很多的文章 你們去參考 不管怎麼樣 簡單來說 平部族 高砂族 整個百分之八十五 來算的話 今天兩千三百萬 扣掉四五百萬的 中國人 那剩下 一千九百萬 兩千萬 那兩千萬來說的話 百分之八十五 大概也是差不多 一千六七百萬 都是我們高砂族 平部族 那怎麼會成為中國人呢 所以難怪 有的人說 我們的祖先是福建省 廣東省 還有什麼省 你的祖先是在哪裡 福建 福建 一般都是說福建 所以你們看說 我的福建省 有幾哪一代 十七代 十五代 名字 那裡 百個那裡好 這個秘書長說 他是十七代 結果他這個十七代 都是中國人念造的 秘書長自己講 所以你真正要找你的祖先的牌位 跟名單的話 會留下來嗎 五六代都已經差不多 那七代 十代 也有二三十代 結果有五縫故事 家裡 裡面有沒有家裡人 有五縫故事 都被我們牧師把它拔掉 五縫同鄉 武敦義當市長的時候 幾個教會的牧師 因為這個五縫故事 滅造我們高殺主 欺騙了欺負我們高殺主 所以把五縫同鄉拉倒 結果也都被判刑幾個月 到時候就寥寥無幾 都沒有被判刑 所以以後就沒有五縫故事了 所以這個也是 為什麼教會的人很關心台灣的前途 但是很可惜 教會的人很多都是台灣獨立的 那台灣獨立 我以前也是台灣獨立很強的 但是 看到必須定 台灣民政府的論述 很清楚 兩個 兩種的人 一個中國人 一個奔透台灣人 怎麼可以 合作一個公道呢 怎麼可以選舉 你獨立的人 是怎麼可以選舉 所以台灣人 畢叔定說 不好意思講那一個字 Stupid 真的是白鴨肉 所以以為是 好像是真的中華民國的 但是整個都被他們霸佔去了 所以 越想越氣 不過 我們還是要接受事實 要接受面對 所以既然有這樣的事情 唯一就是用國際戰爭法 國際法 萬國公法 就新章和平條約 馬關條約 來遏制中華民國的擴展 所以今天我們才有台灣民政府的存在 讓台灣人有出路 所以我們也一起分擔秘書長的重擔 這樣好不好 你們的參與 除了著作 讓台灣真正歷史以外 也是要分擔 讓秘書長的黨 不要讓他自己分擔 不要讓秘書長一個人自己在那邊重擔 所以你我大家的參與 就是要分擔整個台灣的十字架 所以今天你的參與 是我們的台灣人的福氣 連那個原住民高砂族的部落會議都 地方法院說 不好 當然不好 因為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民政府激情的時候 我們部落有自己的地方法院 高砂族有自己 因為文化背景不一樣 對嗎 我今天訓練我自己的台語 雖然沒練到 但是我也盡量 好 後來你就 你如果到山頂到高砂族上班的時候 我也在這裡讓你們 要訓練 那是當隊的威武 這樣好不好 請求阿美祝 你到阿美祝的時候 你不能用 用中文 當然開始是用中文 你在阿美祝的地方上班的時候 我好 我好就是他們的阿美祝的 你好嗎 這樣 那到我們台灣祝的話 他就要用中文 他就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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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聽到嗎 聽到嗎 聽到嗎 聽到沒有 當然了 所以你們到山頂高砂族上班的時候 祈求愛學當隊的威武 請求我 也繼續訓練我自己台語 這樣好嗎 這樣這麼公平嘛 好 這個我們不要看了 這個都是假的 難怪高砂族說 在選舉的時候 喔 明天在暗時 架門 可以開 但是後門 不可以開 不可以開 要開 算過的是 第二天的是 哇 水溝都是豬毛 沙國豬 整個水溝都是豬毛 原來已經吃 沙國豬了 雙國就是這樣 所以以前他們說 中華民國說 以前的山地人 或是原住民 那個選舉參與率最高 百分之九十 什麼最高 那時候 對山頂來 下腳 山腳的時候 有時候為了一票 喔 不要去選舉 跟我有什麼用 我不會選舉 結果為什麼 還會百分之九十參與率 沒有喔 他們選舉人員 那時候沒有開車 那時候沒有開車 沒有車子 走路 走路 不是走路 都是用 都是用 都是用十個指頭 來 你不必用印章 用手指頭就可以 選舉人員 一天 一天 一天很 對啊 這個沒問題 這個都有記載 都有事實的 所以 所以他說原住民選舉率很高 其實很多人都沒有參加選舉 都是有選舉人員 用這個 十個指頭 抖來米花 收花米 抖來抖這樣 不過現在沒有了 你看都是 喔 阿伯在那兒孫子的時候 我們在教學的目書也是一樣 這樣幫忙阿伯 這樣孫子阿伯 這樣好嗎 好啊 感動到老婆子 這個到最後就 有啊 我也參加 參加 我也有跳舞啊 唱歌 幫我阿伯 又 政國中 神議員的時候 然後我 又跑到台南 去幫助民進黨 算民進黨 這樣打倒 國民黨這樣好嗎 好啊 發起歌 啪 拍手 結果呢 結果阿伯也是不一樣 阿伯自己 我在初級班的時候 有放那個 圓山飯店 他們 黨外人士 民進黨在那邊成立 成立大會在圓山飯店 欸 你說怪不怪啊 圓山飯店誰主持的 誰掌握的 誰掌握的 蔣宋美齡啊 欸 民進黨跟國民黨是對敵的 民進黨 民進黨 可以在 這個 國民黨的大本部 在那邊成立大會 有沒有 算不算諷刺 有原因 什麼原因 對 也是美國 也是美國要 蔣軍國 你要讓中華民國 進入到民族選舉 你一定要開放 黨外人士 你不能常常黨進 一定要開放黨進 成立 民進黨 但是蔣軍國 那時候 有一件事情 特別交代 這些新潮 民進黨的新潮流 那時候他們的 主軸是新潮流 什麼都可以做 什麼都可以講 但是唯一的是 不能改變 中華民國的國號 只有這件事情 所以阿畢 他第二任的時候 我一定改國號 一定要自憲 台灣憲法 有夠嗎 有夠嗎 結果 他宣誓的時候 他怎麼宣誓 我是中華民國 第幾任總統 來就職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 奇怪了 秘書店說說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敵人 竟然向敵人效忠 沒辦法在中華民國 為什麼是敵人 因為中國跟日本本來是對敵的 那 美國是中國的聯盟 盟軍 所以美國委託蔣介石的誠意 來接受日本投降 因為是盟軍 那既然盟軍 我們是日本的台灣人 我們跟美國是對敵的 一樣 他的盟軍也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 看他我們真的是 得到了什麼 施格德爾摩陣 把敵人當作 真好 就在瑞士那個城鎮呢 因為那個 敵人的女兒被抓 被敵人抓去了 被抓去的時候 還把這個小姐呢 也把她當作敵人是好的 然後又透過這個敵人 來攻擊自己的族人 那就是今天的中華民國 我們今天對敵我們台灣人 中華民國是我們敵人 還要好中 所以阿畢說 宣誓以後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 我要實現中華民國憲法 我要幫助中華民國國民 有沒有幫助台灣人民 有說沒有 都是中華民國 違背誓約者 一百空四條 在那兒等阿畢 一百零四條寫什麼 違背誓約者 七樓一條 死路一條 你違背誓約 當然死路 難怪他現在在 我現在已經保外了 不過好的時候 我還要再進去 所以阿畢怎麼說 我沒當作就是沒當作 白人也是沒當作 原來說我沒當作就是 我已經效忠 就任流亡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當然不能違背誓約 違背誓約 違背誓約我 西樓一條 我沒當作就是沒當作 我跟他們說 我跟你們說 大概只有這一句話 我台語比較順 比較順 我沒當作就是沒當作 這樣有標準嗎 只有一句而已 哇 可憐呆 你看在1922年 1917年 他們要選舉 中華民國選舉總統的時候 至少要五百八十六個人 但是因為怕不夠 所以 開始會選 一人五千塊 那時候都五千塊不少 我沒有算現在的多少 新台幣 我沒有算 當初呢 1917年 1922年 那時候 在這個五千元 不怪 他們的本質就是會選 一直到現在 一樣 民進黨有嗎 一樣 都是中華民國體制的下 都是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趕快 不要以為說我要清廉的 我不需要科批 雖然他說很清廉 但是他們自己的運作 誰知道我們不知道 不過至少 他可以代表台灣人的精神 所以我們秘書長都會說 我們要學習他現在的做法 所以現在 食安 食品安全問題 飛機安全問題 還有東西的安全問題 都是把關問題 對不對 中華民國就是這些官商勾結 習慣了 就是因為對頭開始 到今天日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的本質 這個都在初級班都講過 你看這些詐騙的 這個才是真正的詐騙 什麼臺灣民政府給你詐騙 什麼臺灣民政府給你詐騙什麼 不是小小孩 這個才是最標準中華民國的官員 貪獨 你看多 最後有沒有醉 沒有 都沒有醉 哇 特別這個林醫師還把錢藏在 魚池裡面 都沒有醉 沒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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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是 抠臉 你看這整個都是中華民國 到最後我們 老公的台灣人 抠臉 中生可能 看到一百萬而已 那他們中華民國的公教人員 最起碼幾百萬 而且他們中生子 有的人說到了2020年 中華民國整個臺灣破產 誒 怎麼有臺灣民政府 這樣好嗎 你看看 你看看 怎麼還有這個機會 有機會嗎 有機會嗎 沒有 當然你我 來著作我們臺灣的歷史 東京 不必到那邊了 就改變我們的社會 改變我們的品種 為百姓設想 這就是 那麼好的一個機會 你在著作台灣真正的歷史 然後進入到社會福利的政策 早上我聽秘書長說 我們最後 我們的目標也是 全球最好的醫療國家 最好的醫療政府 把最好的醫療設備 帶到台灣 那些所有有錢的 他們可以坐飛機 直接來到台灣 然後買我們的醫療 甚至接受我們的治療 我們可以做 因為那時候台灣真的有錢 不要像我們高砂主 我們高砂主 高砂主現在有的是 去採自己的木頭 又被關 漂流木 紅胎來的時 漂流木漂到河邊 我們去採的時候也被關 也被抓 然後 一塊塊 一塊塊 都是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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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鉤 結果 黑道 野道 野道 河邊 去哪 那麼漂亮的漂流木 你看看 漂流木 還有用減 還有用減的呢 我給你掙 我看你幾尺 幾尺都很標準 很均勻 那怎麼算是漂流木 漂流木應該有根啊 然後有斷掉啊 漂流木應該是 插上的零零亂亂啊 但是 今天漂流木 對 三十幾年到今天 都是 好好 做到 真 標準 而且是 一樣的木頭 大塊 撿得非常漂亮 他們用 三老鼠去撿 去砍伐 然後就放在 河邊的 沿頭邊邊 等到颱風來的時候 蛤下來 漂流木 全部下來 一個月呢 官商勾結 黑道 就在那邊 把所有好的漂流木 都帶去 然後 然後 一個月後 我們 高山俗 才有條件 政府才說 一個月後 你們高沙族 原住民 可以去拿 河邊的漂流木 去拿河邊的漂流木 沒有多少 只有根啊 只有我們去 砍一下 當作我們的財 來 把它當財 來燒啊 燒火 好的都被拿去 起伏高山俗 噢! 高山俗 有免政府 這樣好嗎 好 當然好啊 整個那個 以後都是我們高山俗的財產 阿比總統的時 有沒有聽過 齊山馬告國家公園 本來宜蘭的太平山 有一個齊蘭山 他們要阿比要公告齊蘭國家公園 只要總統 當作行政命令宣布 就可以成立了 這是國家公園他們的條例 結果我們一聽到說 齊蘭山要成立 而且整個裡面的山莊啊 都是他們自己在做的 沒有把高山俗原住民 當作人看待 所以整個的那些賺錢的 都是他們中國人 所謂當時的外甥人 所以我們一聽到這樣 我們就幾個牧師 就進入到 內政部次長林毅陽那時候 因為他主持這個齊蘭國家公園 我們進入去反對 然後去抗議 說你要成立 非得要經過我們原住民的地方 原住民的族人 就是我們高山俗 因為原住民基本法 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們也通過說 原住民基本法說 你要到部落 高山俗原住民的部落 你非得要經過部落的同意 才可以做任何的事 所以我們用這一條來去抗議 林毅陽次長 結果他接受我們31名的諮詢委員 就是齊蘭國家公園的諮詢委 我也其中之一 我們牧師13名左右 那一共31名 差不多一半我們參與了 也是我們太兒族的人 結果一進去 第一個我們馬上宣布 齊蘭改為馬告國家公園 因為齊蘭是你們平地人取的 中華民國取的 要取我們本地的太兒族 馬告 你們知道馬告是什麼嗎 山胡椒 你們知道胡椒嗎 山上的胡椒 我們祖先要去山上 口渴一定要用這個馬告 吃的時候就不會口渴 而且有一點辣辣的 這個就是我等於胡椒粉一樣 我們山胡椒 叫做馬告 所以還好他們接納馬告國家公園 這個要成立的時候 竟然有一個高金什麼美啊 我真的不喜歡講他的名字 因為她也是我的表妹啊 因為她也是我的表妹啊 所以啊我就不敢講她的話 不敢講她的名字啊 真的是欺負人欺負我們高砂族 她本來是金樹梅 她爸爸是中國人 為什麼是高砂族呢 為什麼會選這個立委呢 她就是文字遊戲嘛 就改變說啊 中國人本來是中國人啊 但是因為高砂族是媽媽 所以改媽媽的姓 好到最後就馬告國家公園 不但沒有成立 而且我們也要求說 裡面的工作要有夥伴關係 幾分之幾要高砂族在那邊上班 結果到現在什麼都沒有 噢 家在民進步 有的時候 當然啊中國人要不要讓她工作 沒有 Nothing 一定會把她滾掉 中國人不能在那邊工作 只有高砂族在那邊 但是平地人要去的話 要會講我們那時候太兒族的話 假如我當考官的話 欸不一定喔 所以這些都是當時的這樣的事情 都是貪獨 所以到最後那個馬告國家公園沒有成立 這個都是中華民國用以儀自儀 以翻自翻的制度來控制高砂族 貪獨的你看本來135家 那真正的合法的才4家 難怪現在的 難怪現在的 賽德克巴萊的原鄉 南投霧社的賽德克 上面的這個100多家的 清淨農場 到現在有幾個部落 那個水溝真的臭得要命 都是從山莊下來的 這個都因為活在中華民國 我們民政府執政的時候這個都會改觀 不合的把它拆掉 當作非常漂亮的台灣人的環境 我們台灣民政府一定要做 所以你們以後做官的時候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喔 不然的話打屁股喔 好這些你的貪獨都在這個地方的 你看三四年就吃掉六千億 這個是當時的算法 那是退伍軍人的 中國人都退伍軍人 你看本來當時他們說 應該是最 都是中華民國送他們的 結果反而他們第二代 第三代的中國人賣掉一品八萬 那現在不止 那他們有什麼 什麼倦村啊 他們不是改變倦村 榮賢 真的是 祕書長說難民營 這些以後他們要成為難民營 結果他都是貪賭 他們都是放在自己的腰包 你看都豪宅都在他們那邊 好這個是過去的幾年前的統計 今天他們用那麼好的 你們知道榮賢免費 今天的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背面又上角 你們知道嗎 秘書長也告訴你們 幾個零是中國人 三個零 兩個零 三個零 只有一個零 只有一個零 你們看你們的身份證 有沒有兩個零的 你們看一下 背面 右上角 把斜斜斜看一下 一個零啦 所以 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兩個零 兩個零 那就 變成你第二代的中國人 兩個零 前面兩個零 或是三個零的 前面兩個 前面兩個 三個 我們再問秘書長 至少 確定三個零是中國人了 兩個零還要去研究一下 至少三個零是中國人了 他已經給我們分了一清二楚 你看 所以他們去拿 去領藥都是免費 所以有的兩三個月一次拿兩三個月的藥 然後他們到中國的時候去賣藥 又賺錢 因為中國人喜歡台灣的藥 你看 你看我們剛剛所講的EGFA 福貿 貨貿 早就已經 因為 不是國與國之間 所以沒有辦法逐字條 逐條來審核 早就 早就了 早就了 好這個是我講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連中華民國國民黨也已經進入到宗教了 不是這個長老教會 天主教也是一樣都控制了 還有廟也是 對不起 有很多廟都是黑道在掌控 所以我們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我們期待廟的住室是 住在當地社區的人來選為住室 這樣比較單純 這樣好嗎 不能用外面的人 然後用錢來霸佔 然後整個都被他們掏空 這可以改 那最後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獨立都無效 我也去美國跟教會的幾個牧師說 加釋聯合國 加入聯合國 結果到最後 誰跟我們定討 都是建築物跟我們定討 你好喔 你來了 根本不甩我們 我們不是國家 我們不是 國際承認的政府 怎麼可以進入到家 進入到聯合國 所以很多的悲劇 你看衛生方面 醫療方面都被擋住 而且有很多人都要聽中國的 這些都是 民政府執政的時候這些都沒有了 特別姚家文 這個是以後執政的時候 第一個要先抓他 抓他們 扯我們的後腿 說詐騙集團 都是從他的口中 姚家文 他當然是因為當過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公教人員 他當然用這個名稱來塞住自己的面子 那是他們中華民國的 那是他們中華民國的人 他也花不少的錢 都是騙台灣人的錢 所以今天我們是 台灣法理 法理台灣 現在他們也在創作說 法理台獨 台獨法理 給我們搞混 小心喔 不要被他們混混進去 所以台獨的無效 美國講得很清楚 你台獨就意味著戰爭 很清楚啊 因為你要獨立 你要勢必聽 美國的主要佔領權 同意不同意 還要經過屬於我們的主權者 日本天皇 2009年12月15號的時候 習近平 曾經到日本天皇那邊見面 說我們中國已經有錢了 我們想要買台灣 日本天皇 怎麼應賭 我沒有賣 對 我沒有賣 我沒有賣的 所以習近平很清楚 台灣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 走起來 對 所以這個就是很清楚 好 所以既然你我都參與 中華民國 都是說 中華民國 為什麼說 不講說台灣 都是中華台北 我們這個高砂組 你看進入 美國職棒聯盟 那麼多的體育 體育運動家 將來 說不定有NBA 美國有NBA 說不定將來有TBA 台灣嘛 那時候我們 多善用高砂組 這樣好不好 這樣不要讓高砂組 認救啊 當然高砂組一定有很多的福利 因為高砂組結婚 他們生的孩子一百萬 你們沒有了 因為但是五十三萬人口 一直到一百二十萬之間才有 因為日本時代是一百二十萬五十萬人口 所以到了一百二十萬就沒有了 所以說他說啊 盡量生 這個秘書丁說 你們沒有機會了 就給後代的人 而且後代的 歐美的小姐會進到台灣留學 也可以他們講學金 不過年輕人就有機會 所以以後我們的頭髮 後代的頭髮不一定都是黑的人 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好 所以the people on Taiwan 跟the people of Taiwan 就不一樣 大家都清楚了 這個在初級班都已經上過了 所以我們在民政府有那麼好的機會 我們的思緒 學習的空間廣 而且心情 這樣好不好 有嗎 好 隨人有肚子 也沒關係 但是繼續 但是不要太大聲了 不過還好沒有 大家都很高興 我也高興 你也高興 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生活盼望的 人人平等 讓我們進入到國際地位正常化以後 我們也有貢獻國際社會 我們也有貢獻國際社會 這個才是真正的 Ugata的台灣人 你能夠不要把福利都放在自己 也幫助國際 就像日本海啸 我們台灣人也幫助不少 好 我們國際法都在這個地方 海牙第四公約 他說 整個 占領國 把不動產 森林農莊 當作管理 是享用著 但是不能把它破壞 也不能把它當作霸占 成為自己的領土 這個42條 海牙第四公約的42條 都講得一清二楚 好 這些都 我們都已經很清楚了 都看過了 我在講的最後幾分鐘 剩下幾分鐘 我們就看見說 我們的秘書長 依照戰爭法 他真的是付出更大的 犧牲生命 所有 你們有沒有看過 中國出逃那本書 他寫的自傳 六個月被公安盯住 他原來在四川省 建了學校幫助中國人 他因為當時秘書長認為說 我們都是中國人 所以我願意 我有生之年 因為當時他的舅舅 在台北那一帶 最先創建補習班 秘書長怎麼說 去收補習班的錢 都是用袋子 錢都放在袋子這樣 所以他一直想說 好 我是教育的 重視教育 我就要教育中國人 讓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 也得到向台灣受到好的教育 結果已經去了 高興的要命 而且是 在十年的當中辦教育 他們公安人員 還有共產黨最高的主要人員 這個學校是哪 哪來的誰創辦的 他們一看是秘書長 他們就調查秘書長的背景 調查以後呢 就發現說原來他跟李登輝有來往 因為李登輝的特使跟秘書長有來往 所以就趁那個機會來抓住他的罪 然後就慢慢用六個月來盯住他 然後當作特別在兩個月的時間 在旅館有四個公安人員一直拔子 把所有的這個他的財產都沒收 七億多台幣 所以唯一的說只有討 所以他也幫助公安人員說 這個一百塊人民幣 五百塊人民幣 那個公安人員說 老闆那麼好啊給我們 結果沒有戒心了 沒有防備心了 所以趁那個機會說 秘書長說 去幫我買一下啤酒這樣 大家一起喝 他們兩個走的時候 趁機會就逃亡 就逃亡 也差不多快一兩個月的時間逃亡 最後就到廈門 他到上海把他的一些的資金 拿一些沒有辦法全部拿 就到廈門 這個偷渡的主人說 你是台灣人 頭到台灣 我頭一次聽到 蛤 你是台灣人怎麼可以偷渡台灣 我第一次聽到 結果還好 就這樣帶著 然後到了金門晚上十點多 他下船的時候 差不多膝蓋以上 他胸部那麼深的水 當然他下身都會濕濕 他一走走走都是泥巴嘛 皮血掉了 到最後襪子也被被殼弄刺傷 他的腳跟腳底都刺傷 流血 痛得要命 最後就頂住一個柱子 頂在他的屁股 用他的手帕 就在那邊禱告 說上天假如我還 我因為看到真的不甘心死在這個地方 假如你給我活著 我回到台灣 我後半輩子 我完全自願自公給台灣 回到台灣的時候 李登輝告訴他 說 你不是學習戰爭的嗎 就用戰爭法來看 然後美國在幫助他 三個月的時間不出門 專門研究 他英文造語非常好 秘書長英文造語好 翻譯中文也更好 所以他這樣就找出火路 有研究嗎 所以整個台灣的使命 不要讓他一個人擔當 讓我們一起給他分擔 這樣好嗎 所以 希望你們繼續參加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以小年人FP 盡量用告訴你們的朋友 把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最精華 來告訴他們 有機會常常來 有機會參加 你們州的任何的活動 這樣會幫助你更深了解 台灣民政府 這樣可以真正 得確 得確 成功 的台灣人 這樣好嗎 來著作我們台灣的歷史 這樣很感謝上帝幫助你們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現在下課 下午四點準時 整直進教室 準時上課 我們在學會有多別的事 現在我們去做一個選擇 我們要做一個選擇的事 和選擇的事 讓我們來做一個選擇 的事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選擇